好,我們上禮拜介紹到加熱製程當中的擴散製程 擴散製程主要是用來摻雜 半腦你在使用摻雜的時候所用到的製程 那如果從上禮拜前你所介紹的 一個半腦裡面如果有摻雜物存在的時候 你在加熱的時候會發生擴散 那發生擴散擴散又是一個非等 它又是一個等向性支撐 所以各個方向都會發生擴散 導致擴散變很嚴重的情況下 你的通道長度那個雜體長度就會差也太大 所以這種摻雜方式只有在早期 通道長度很長的時候才會使用 這個單位其實錯了 這一樣是麥克林克 不是米林克 麥克林克 這是點13麥克 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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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麥克林級的時候 Solder的一個摻雜物會使用擴散 而它的摻雜物是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前面課的人就這邊就想到 今天如果要在一個半導體上面做局部的摻雜 在半導體上面我要做局部的摻雜 那不想摻雜物會怎麼辦 不想摻雜物會怎麼辦 然後就要有一個層積一層氧化層 這層氧化層就是一個摻雜物長層 它就是阻止摻雜物會擴散進去的一個層化層 那這個氧化層呢 層炸的層積一直整面的層長 和整面的層積 然後呢我需要局部的做時刻 局部的時刻掉之後 接著才是做摻雜 而這個局部的時刻的過程 如何讓它們局部時刻呢 就會扯到我們下一小節目介紹的唯一過程 唯一製成 那首先把這一部分的氧化層時刻完之後呢 接著如果讓摻雜物進去呢 如何讓摻雜物進去呢 就是我們直接打到探討 基本上也是使用了系態的前驅物 系態的雜刻車 如果今天你要參與打的是孔三種元素的話 我們會選用的氣質就是B2H6 B2H6 在高溫的環境下通路B2H6 還要再通路氧氣 B2H6跟氧氣在高溫的情況下會形成B2O3 B2O3跟H2O這兩個 而這兩個呢很明顯 因為一碰到是立騰 碰到是立騰之後就碰到是立騰的氧化 氧化成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喔 這個孔會包在這個二氧化系裡面 所以它雖然是產生的是XL5加阿川Boro 但是實際上這個Boro是包在二氧化系裡面的 是包在二氧化系裡面的 那一模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成績的是五足元素頂的話 通常會使用POCL順 稱之為POPO POCL順 通氧氣之後會形成P2O5加濾氣 然後呢 在高溫的環境下 更是一定的 又會成績的反應 變成二氧化系跟零 那基本上它就會變成二氧化系裡面含有五元素頂 所以 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星期版 你可能這裡要參雜三氧化五元素 其他地方不想要參雜 就沉浸著後零化成 後零化成就會阻止 參雜物過散 因為參雜物在有化成 能過散速度那麼慢 那剛剛講的 當你使用了 V2H6加上O2之後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然後呢 它跟Sick產生二氧化系 並且裡面含有O2 或著這種呢 POCL順 所以加O2 在高溫的環境下 跟Sick也會吃反應成SR5 配上零粒子在裡面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回到剛剛的 規選 這裡 我們回到剛剛的規選這邊 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是 要動的BORO的話 會使用 V2H6加上O2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一般都在900度左右 然後呢 因為通進去之後 Sick & Wafer的表面 你通B2H6加上O2 它們跑到C表面之後 會跟C反應 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SR5O2 加上O2 再加上其他的 副產物 而這時候呢 因為有O2 一定會氧化 有H2 可以加出氧化 所以最後它就會氧化出一層 它就會氧化 氧化這一層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會氧化這一層 成為SR5O2 這種絕緣層稱之為BSG 因為二氧化系就是我們熟生的玻璃 把它講成是鵬玻璃 所以這叫做什麼呢 鵬玻璃 或者叫做鵬性玻璃 鵬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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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首先 你在通這個氣質的時候 你只要一直通 它就會持續的氧化 鵬玻璃就會持續的 它鵬的系統就會越來越濃 鵬玻璃就會越來越濃 鵬玻璃 然後呢 只要你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因為這裡面有高濃度的鵬 而是你肯底面的鵬的濃度低 它就會發生 擴散 擴散 所以在通這個氣質的時候 在高溫再通這兩個氣質的時候 它同時就怎樣呢 一邊氧化一邊擴散 所以絕大部分的製程會怎麼做呢 絕大部分的製程是 B2H6通氧氣 通進去之後 可以它一段時間 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上一代講的 整個加熱製程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首先 在待機stand-by的環境之下 只有很固嘛 stand-by 待機的狀態下 stand-by的時候 可能是400度到600度之間 然後呢 晶圓放進去之後 升溫 升到你的製程溫度 maybe900度 maybe900度 900度之後呢 還是通著氮氣 然後呢 這時候就來了 B2H6跟豪富要先開哪一個 告訴各位 通常含有 波羅羅或是 波羅羅或是發射器 都有 只要你看到是陌生的化學士 除了大溪中自然存在的 氧氣氮氣之外 所以 所以 B2H6是一個 盡量不要殘存的東西 所以會先開哪一個呢 會先開氧 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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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陣子之後呢 才會關掉氮氣體 剛剛講 上禮拜說過 爐管開氣體有一個很重要的法則 就是 氣體不能夠有尖端 氧氣開完之後呢 等氧氣也穩定了之後 才是開什麼呢 才會開B2H6 而氧氣就一直開著 B2H6一打開 氧氣早一打開就會氧化 但是這時候氧化裡面沒有瘋瘋 就是純的SiO 然後呢 B2H6打氧氣沖進去呢 它一邊氧化 一邊氧化就會 在裡面 而 在開的過程中 它一邊氧化 一邊又會開始破散 一邊開始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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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乳式 只要你開著氧 它就會氧化 然後呢 只要你開著B2H6 只要你開著B2H6 它就會 它就會開始一直會有殘長 然後呢 等到你 你一般都怎樣呢 關你是先關B2H6 確保一區B2H6消化完 消化完之後呢 接著開氮氣 確保Open Lab一定的時間 大約五分鐘 才關掉 然後呢 接著就來了 會馬上降溫嗎 不會 它可能還要持續繼續擴散 擴散到我們要的深度之後 才降溫 才拉出來 所以整個製程是這樣 整個製程是N2 深溫 開氧氣 關氮氣 開B2H6 關B2H6 再開氮氣 關氧氣 然後呢 再維持一段時間 再下來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到 有開B2H6的時間 就是你正在殘達 可是你關掉B2H6 就沒有繼續殘達了嗎 開B2H6只是告訴我們什麼 只是告訴我們 成長出來的這一層 SiO2裡面 這個Boro濃度 一直有在補充 一直有在補充 這個Boro 同時因為在高溫 它同時也會一邊擴散 而當我B2H6關掉的時候呢 B2H6關掉 氧氣也關掉的時候 它只代表什麼 它只代表這層厚度 固定了 不再去氧化下去 對不對 B2H6關掉 O度關掉之後呢 這個 所謂的VSG 0 鋒系玻璃 鋒系玻璃 鋒系玻璃就不在補充 Sinkern就不在消耗 當你氧氣關掉的時候呢 Sinkern就不在消耗 不在氧化 但是 擴散這個行為 依舊持續 所以 只要有溫度還在高溫 它就會持續破壞 甚至在降溫的過程中 只要溫度過高 它都還在擴散 等到降溫度 比如說600度以下 都可能已經不太會跑 因為溫度已經過高了 那它才會 停止擴散 所以你就知道 整個烏管的製程當中 只要在高溫的情況下 它就會開始產生 產生 而通B2H6的時候呢 就是一直灌它 新的波融給它 而波融一灌掉之後呢 它只是 新的波融沒有再繼續產生了 但是原本就一定 摻打的 濃的BSG 它會持續擴散發生 持續擴散 整個高溫的步驟 整個高溫的時間 從B2H6開始 一直到降溫之前 都一直在發生 摻打擴散 而 之前跟各位講過 乳管的降溫是 緩慢的 所以呢 早期這種殘渣的製程呢 它的接近深度都會 比較深 側向過才比較嚴重 所以 這種都是我早期 大尺寸的電子元件的時候 才會這麼做法 因為它整個的殘渣時間 非常的長 這個鐘 從這裡到這裡 甚至還有降溫 通常降溫是最久的 降溫時間是拉最長的 這就是早期的做法 那一模一樣的做法 只要改成什麼呢 B2H6 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PoCl3 只要換成PoCl3 它就會變成 什麼呢 含有0的SiO2 含有0的SiO2 這個我們稱之為 PSG 0-SiO2 0-SiO2 含有0的SiO2 SiO2 是這一次 含有0的SiO2 含有0的SiO2 有0的SiO2 它會反映成什麼二氧化系配上什麼呢 裡面會有窩窩 那如果是NEOCL最佳酷孔孟斯一等之後呢 它也會形成二氧化系配上 而這個磷會在哪裡呢 會在二氧化系裡面 你不要跟我說 這二氧化系成長出來 這個是溪出喔 它不是溪出在外面 它是焊在二氧化系裡面 邊氧化裡面就有很多的磷 好 所以你看這就是喔 所以它比較暢達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消耗你的SIM的表面 這個磷會化流的磷 它會氧化下去 它會氧化下去 氧化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氧化物 這氧化物就是BSG或是PSG 然後呢 邊成長邊擴散 它就會一直擴散 擴散到深度維持 會擴散 所以它會一邊氧化 一邊擴散 那當你把氧氣關掉的時候 它停止氧化了 但是只要高溫還在 它還是會持續擴散 會持續擴散 所以這種做法 早期的殘雜其實就擴散之程 你沒有辦法努力控制殘雜的濃度跟深入 因為越表面的一定是越容易的 越下陷的一定是越淡 因為它是什麼狼的東西 淡發的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殘雜擴散方向是能下陷 四面八方都會被殘雜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做成小物件 所以在最新的殘雜技術 都已經不用擴散製成了 來用力子負責 那力子負責的技術我們後面會提到 後面會再提到 所以你看 BSG4氧化上去之後 氧化上去之後 你如何要形成超淺接面呢 這就代表你的熱不能夠太高溫 或者是時間太長 整個熱幾吋 就是溫度乘時間 要越小越好 溫度越高 擴散越快 時間越長 擴散越窮 都不好 所以最少有什麼快速 升溫裝置是這樣的 你在低溫的環境下 形成這個BSG 代表這個BSG不是氧化吸激版 回過頭來這邊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通的氣力 只有B2H6加O2 而這時候你的Sneak來源是 基板的話 是來自於你的微分表面的話 那它就會消耗C的表面 那你氧化出來的應該是這個樣子 如果這是R3 這是R3 如果是B2H6加O2的話 它應該會氧化 然後下面會耗下去 對不對 因為它膨脹 上下都會消耗 這叫做氧化 那如何 可是只要是氧化 氧化的話 基本上都在900度C以上 所以你氧化就會變擴散 所以你氧化就會變擴散 所以你知道你氧化它就會擴散 那這樣的話就永遠沒有辦法形成超淺界面 所謂超淺界面就是擴散這個度很淺 那特本現在這一頁的超淺界它是怎麼做呢 它其實不是靠氧化的 它靠的是層級 也就是說它二氧化素的原材料都是額外添加的 它是怎麼做呢 它其實是B2H6加O2 但是你還可以加什麼呢 加鎖料 那一般可能會不見得有O 可能就N2O 當然也有O也對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什麼呢 這時候 這裡有氧 它就不會用到700度C的氧 而這種溫度就可以比較低 它可以在700度C左右 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氧跟氧 氧化石二氧化氧 又還有波容 所以它可以完全是乘基層 B-S-G B-S-G 也就是說它用的Think 不是用700的C 而是你額外再鋪一個 閃電器 C網機 我們前面講過有AP 只是它的條件跟AP不一樣 它這個條件可能是 後面講到AP的時候 會再講到 它用的溫度 它這種通常會在低溫 低壓 溫度挪移 在700度以下 會在700度以下 使得它在乘基的時候 還不太會擴散 或是擴散很少 所以就單獨的乘基這一層B-S-G 這層B-S-G 我認為應該不到650 我對這個沒有很熟 因為這是 對我來的很久遠見的資訊 這個應該不到650 然後呢 這時候就是乘基B-S-G 而它還不太擴散 難免會有個變變強擴散 但很多 很多 然後接著再給它 怎麼呢 這個乘基完後 彎掉 接著呢 給它額外的加溫 怎麼加溫呢 快速的升溫 快速的升溫 快速的降溫 這樣子 那它在降溫過程中 就會形成 擴散的超前接念 就是課本這邊所提的 我過來 使用RT-D 等於是怎樣呢 我先沉積BS-G 這個BS-G不是靠兩氧化氣板來的 是額外通 細碗相關的氣體 直接沉積二氧化氣來的 不是成長二氧化氣 是沉積二氧化氣 並且裡面還有VOLO 然後呢再使用快速升溫系統 達到很短時間的加熱 超級短的時間加熱讓它擴散 這個加熱時間可能只有 10秒20秒或30秒 基本上不到1分鐘 不到1分鐘 跟爐管動不動就是 要以小時來自己擦很多 那等到成績 等到它擴散完之後呢 表現這BS-G就不需要了 再利用我們上禮拜所介紹的 10顆二氧化氣最好用的化學體 是什麼呢 氫化酸 再使用氫化酸 把BS-G是誰 10顆量 再使用氫化酸 那這時候回過回來 补充我們上禮拜說這樣 10顆二氧化氣的溶液 10顆二氧化氣的溶液呢 基本上在無塵石裡面 你主要會看到兩種 第一種就是純的氫化酸 那通常怎樣呢 需要稀釋使用 你會需要稀釋 這是純的 你會只稀釋 10倍、百倍、千倍都可以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是氫浮酸 KH4 F 這個叫做 Buffer Aphylation 簡稱 BOE BOE 跟氫浮酸的差別是什麼呢 這個BOE的比例大約是1.5或1.6 它主要是靠什麼呢 NH4的氫磷子會綁住佛粒子 也就是說 它是靠氫磷子去10顆二氧化氣 而只要這裡的氫磷子濃度變少 它就從氫磷酸裡面佛來 從它的氫磷子裡 它的氫磷速度會比氫磷酸來的緩慢一點 緩慢一點 緩慢一點 通常都會使用BOE過的是 稀釋的BOE BOE也可以稀釋啊 也可以去稀釋啊 所以只是告訴各位 基本上 層次裡面 不太會使用純的氫磷酸 你只要看到是HF 通常都是DHF 就是白陸的HF 而通常白陸的HF 是用來去除什麼呢 你在清洗步驟的時候 額外產生的CMKRHF 和NAGKRHF 可是這些都是很薄的HF 上禮拜講過 大概只有10到20秒 這個很薄很薄的CMKRHF 和NAGKRHF 就可以被吃掉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吃這個BSG 吃掉這個BSG 這個BSG 這個BSG可能速食內容液 可能幾百A 你還用這個氫磷酸 打一個氫磷酸吃就可怕 用純的氫磷酸 又太快太浪費 因為你可能會年輕 他不待會想吃 就用就吃掉了 就會使用BOE BOE的速度比 純的氫磷酸慢 但又比西式的氫磷酸快 所以無辰師裡面也吃SRHF 只要吃的是厚的SRHF 絕大部分都是使用BOE在吃 所以就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BOE 8顆拉在HF 它是HF跟H4F的混合溶液 大約磷酸過1d6左右 那參掌物參掌進去之後 怎麼看參掌濃度有多少 通常就是測電子 用四點探聲測電子 測電子 會看到什麼呢 參掌的濃度越高 電子率又就會越低 電子率就會越低 電子率就會越低 參掌的深度越深 電子率也會 越低 所以一般我在測遍電子率的時候 通常都看它的組織 組織通常越低 就代表濃度越濃 深度越深 這兩個很難獨立通知 這兩個很難獨立通知 在傳統的擴散自治當中 而什麼是四點探針呢 四點探的原理很簡單 是怎樣呢 四個點 有四個探針探下去之後 所以外側的兩個探針給電流 所以電流可能從這裡 從一根流到幾次根 在流的過程中 參雜物本身它就是有電阻嘛 電流只要流過去 就會存在電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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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兩個探針來算什麼呢 電流從P1流到P4的時候 在P2跟P3之間產生的電位差 這兩個量出來 I是給的 V是量的 兩個相局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這兩個之間的電阻值 這兩個之間電阻值 所以我們可以量到電阻 量到電阻值之後呢 在根據公式 半導體的電阻等於什麼 半導體的電阻值等於什麼 半導體所量到的電阻值 等於這個RODE是半導體材料的電阻值 然後呢 乘上電流流過的長度 也就是半導體的長度 也就是剛剛講的 四點探針裡面 裡面的兩根針的距離 除以截面器 截面器是什麼呢 電流流過去的截面器 電流在半導體裡面流過去的截面器 等於什麼呢 等於你採雜物的深度跟原件的寬度 就是你的面積 所以 這個面積就是電流往這邊流 這邊流過去所看到的截面積 而這個截面積是什麼呢 原件的寬度跟採雜的深度 寬度成深度就是電流流過去所看到的截面器 所以 所以兩道的電阻值 就等於電 兩道的電阻值等於電阻率 乘上程度處於截面器 而截面器就是原件的寬度 或者說你採雜這個區域的 採雜的總寬度跟總深度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呢 長度跟寬度是你可以決定的 就如同前面講的 當你決定你的採雜的形狀的時候 當你的形狀固定的時候 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長度跟快度就固定了 你採雜的面的形狀長什麼樣固定了 L跟W就固定了 所以當你這兩個 只知道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所謂的 騙電阻 騙電阻就是low-true 也就是你來拿到電阻呢 把這個除過來 除過來 也就是乘以wiz 除以類子的情況下 就可以得到騙電阻 騙電阻 好 所以 整個加熱製程當中 結束目前為止 有介紹的樣化 介紹的破散 接著要介紹的是退火 什麼叫退火呢 退火是一種加熱制裁 這個制裁可以幹嘛呢 是將晶圓加熱 然後產生所 產生要發生物理或化學電化上面所需要的能量 這個過程叫退火 講的非常的理論 那實際上 所謂的退火就是什麼呢 提供足夠的熱能 提供足夠的熱能 讓裡面的原子分部排列 可以重新排列好 重新排列好 這就叫做退火 這就叫做退火 那退火常做在什麼時候呢 常用在離子負子結束後 所謂的離子負子 就是將你的殘雜物先給流理 比如說borrow變成乏離子 零變成零離子 先把現在的系統 這個系統叫電漿系統 我們未來也會警告 在電漿系統裡面 將你的氣體中性氣體 給油力化變成離子化 變成離子化之後呢 離子就帶有電荷量 離子就帶有電荷量 帶有電荷量離子 我們就可以用電廠把它萃取出來 利用電廠加速 電廠可以給它方向給它力量 萃取出來之後呢 將這個離子呢 打入晶圓表面 打入晶圓表面之後呢 打進去 打進去你可以控制它的能量 打進去的能量越大 它打的深度就越深 而打進去的時間越久 它的殘暖濃度就會越濃 所以濃度跟深度可以獨立控制 深度可以用打進去的能量控制 而數量也可以用 打進去的數量或者是什麼呢 時間 我每秒注入多少顆 我注入時間越久 就可以打進去越多顆 深度跟紅度可以能力控制 可是這種過程 你將離子印注入到 細晶圓表面裡面去 就相當於哪顆球 硬塞進一個固體裡面去 所以在離子打進去的過程中呢 會破壞於原子排列 因為你等於加了新的原子進去嘛 原本周期性排列非常好的細原子 你拿額外的原子把它塞進去 硬塞進去 在打進去的過程中 它就會發生撞擊 高能量的粒子 高能量的粒子數 撞擊到細晶體表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裡面的細原子 產生碰撞 產生碰撞的過程中 它就會一直被減速 高能的粒子撞到後 會產生反彈 然後被減速 消耗能量 最後損失所有能量就停下來 可是在那種狀況過程中 就會破壞你的細原子的金額排列 這時候你搭壞你的硬塞進去之後呢 你表面的細晶體可能已經變成 非晶了 可能變成浮晶或非晶 而不是單晶結構 而這時候呢 我們要去修補我們的金額 就要加入 利用高溫給原子足夠的熱能 讓這裡的原子重新熱運動 排列成它在化學能最低的位置 也就是它在金額的點上 所以 為了修補 金額的損傷 然後沒有離子負責 從造成的金額所傳到修補它 這個加入的製成就成為退火 而在退火的過程中 除了被打壞的細原子 回到細原子的位置上 你摻砸進去的摻砸物 它也會跑到細的 細原子的位置上 要取代它 才會發生摻砸的效果 所以在活化化 在退火的過程中呢 在恢復彈性結構 並且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位置 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位置 它才可以變成動能 它才可以提供電子或電動出來 那這種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 金額位置的這個過程 就叫做活化 活化 離子負責只是讓它存在在裡面 但是存在在裡面不見得 它不會發揮電子的效果 摻砸物要發生電子的效果 它必須要跟細產生間接 那跟細產生間接 它就必須要怎樣呢 它就必須要去搶走原來細的位置 來去跟其他鄰居的細產生間接 那這個過程就叫活化 所以退火 它有兩個用意 第一個是恢復結構 第二個是活化 摻砸物 因為高温的過程中 原子會利用熱情快速的運動 尋找自由的最低的藍金金色的位置 來修復藍金的結構 而在修復的過程中 你摻砸進去的摻砸物 也會變成藍金結構 也會去在原來細的位置 所以簡單的來講 一個細節已經排列了好好的 離子負責打進來 被打個亂七八糟 被打個亂七八糟 摻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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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一個熱水弧化全部都排列了齁 全部排列太好之外 一個餐長的原子也排列了齁 取代了原來應該有細的位置 他會排列了齁 那當然你打了 你打進去的原子越多 你的體積大概就會慢慢會有點膨脹 因為多種的細的原子數量 再增加 你有吸的冠進去嗎 對不對 只是這個冠進去的齁 幾乎很難吸成一層原子層 因為一個原子層需要 好 前面講過 他的原子密度是無乘医師的 22翅膀 每代會體積有這麼多 我們參長濃度只有10的15翅膀 差很大 大概每一百萬個洗 每一兩百萬個洗原子 才會有一個被取代的 所以 非常少 這樣不少 好 這裡比較多貴 但是要特別注意到 退活是個高溫支撐 你退活在修補金額的當中呢 千萬不要忘了 在修補金額的時候高溫支撐存在 擴散就不繼續發生 所以雖然你參達進去 在局部的地方 在局部的位置被參達了 你在修補金額的公式 它也會發生擴散 所以這個熱隊伍技術呢 現在也在要求 時間要懂 所以也會需要使用 快速的能力 不然在修補的過程中 也會繼續破綻 因為在早期 早期都是使用高溫爐 但是高溫爐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時間太長 時間太長 時間太長就會造成 殘雜物或擴散的問題 即使你在固執的時候 用離子固執 可是你在退活的時候呢 會有擴散問題 所以現在全部都該使用 RCA Reality Thermal Neal Process 快速加熱 退火系統 而因為RCA是沾電自成 然後呢 槍體非常的小 所以熱的距離控制度 會比較好 因為它槍體小 比較容易控制好 每個地方的溫度 如果很大也可以 很大也可以 你要確保每個點的溫度 都要一樣多 這樣不容易一點 所以RCA的機台的溫度控制性 會比較好 那一般RCA通常都在10秒以內 就結束了 而且它可以瞬間 極短在幾秒鐘的時間內 從室溫上升到1100就行 然後到1100就行之後呢 馬上就下來了 馬上就下來了 因為槍體想要拍熱也拍得比較快 要降低一點 那還有一種需要 退火的就是要做 合金化熱處理 Alloy Alloy是什麼呢 通常半導體元件 是使用半導體材料製作 可是最後要做成電路的時候 還是需要金屬連接線 要需要拉線 要有金屬連接線 將它的電位給拉出來 或是說將電壓給傳進去 所以呢 很多地方會出現金屬跟半導體的接觸 兩種材料的接觸 金屬跟半導體的接觸 而金屬跟半導體接觸的時候呢 產生的接觸 我們稱之為硬質接觸 而這個硬質接觸呢 就會產生一個電阻在這邊 因為從材料A到材料B 之間電災在流動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個電阻 叫做接觸電阻 而為了要這個電阻值降低 就會使用加熱制程 加熱制程就可以讓這兩種 兩種比如金屬跟矽 融合在一起 變成金屬矽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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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在接觸的地方 就燒成了矽合金 那它也變成金屬了 那它就可以降低兩種材料之間的接觸電阻 所以 這種熱熟就稱之為Heloid 合金化的熱熟力 它其實就是為了降低金屬跟板道理接觸之後 所產生的接觸電阻 為了降低這個電阻 給它加熱讓它溶解 變成你一中有我我一中有我 加熱在一起 就不會有明顯的界面 沒有明顯的界面 就不會有一個明顯的接觸電阻 這就是Heloid 而現在的板道理製成Heloid的金屬呢 最早期是碳 後來變成烏 現在變成涅 所以現在的金屬Heloid都是使用涅金屬 早期最早是碳 碳金屬就是怎樣呢 你曾經整合碳金屬 而在之後在金屬跟板道理接觸的地方 加熱的時候它產生核結束 而在絕圓層SIO2的表面有金屬的話 金屬跟SIO2不會有核結 所以你只要是加熱 只有在金屬跟細的接觸的地方會產生核結 就會產生這種粉色的核結 而沒有吸生液層的地方 沒有板道理的地方 它就不會跟金屬反應 像絕圓層就不會跟金屬反應 側面的絕圓層不會跟金屬反應 接著呢你再把金屬給一屬 用什麼容量來移除呢 我們上班介紹過 什麼酸鹼對於金屬實質性最強 硬酸 SPM 硬酸加雙微水分就是金屬 所以在星屬細化物 形成之後呢 使用硬酸SPM 把整個還沒有反應完的剩下金屬全部洗掉 只留下金屬細化物 然後比較會被流轉給形成 然後就留在這邊 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金屬化物 那這時候呢 再來金屬連接線的話 就變成金屬A跟金屬B的接觸物 那金屬A跟金屬BB都是金屬 所以它們一時之間 接觸電圖就會很小 但是金屬如果跟紙桑裡接觸物的話 這些接觸電圖就會比較大 就必須要先合金 就把它們融在一起才行 材料跟材料接在一起 是會產生電圖 而一般業界的熱對火 這個就是更detail 更detail通常都不會是一階段 為什麼呢 同樣是金屬細化物 它又會分為 金屬細化物的微結構裡面 不同的香味 不同的間結 它的變質是會不一樣的 那通常呢 是怎樣呢 通常要比較高溫的溫度下 才可以形成電子質 比較低的base 高溫的環境下 才可以形成電子質 比較低的base 可是為什麼現在的退火 都是先低溫再高溫 為什麼不一次高溫呢 因為金屬在跟紙桑 融合在一起的過程中 金屬跟紙桑會產生interviews 會產生互相擴散 因為要必須要融合嘛 必須要融合就是兩種元素 會彼此擴散 那如果是鈦的話 鈦跟細的接觸 通常是起不上 細跑到鈦裡面 那如果是鈦跟細的話 通常是鈦喜歡跑到細裡面去 而如果我想要形成 電子質比較低的 輕速細化物 我需要比較高溫 但是比較高溫 就代表擴散會比較快 那如果擴散太快 使得我的金屬已經穿過了你的junction 那就短路了 你的元件就毀掉了 就好像在這裡 對於Morse Bay而言 這是個Pen Junction 這是個Pen Junction 我基礎細化物只想要再表演 可是如果在形成 因為金屬性化物的加溫的時候 如果溫度太高 果然是高溫只為了形成 電子質比較低的 心理性化物 可是在溫度高的過程中 金屬會擴散 萬一擴散 跑到Junction這個下面 那就會讓它一根根 變成金屬就直接 短路給它連接在一起 因為金屬都跑下來了嘛 金屬跑下來了 就貫穿這個Pen Junction 那原本這兩個一定要有電位差的 那金屬是冷電位啊 一貫穿下去之後 糟糕 你的Body跟你的Source 或你的Drink 就直接斷入了 就不行 所以 所以你在做金屬性化物的時候 又很害怕 金屬過量 鑽到半導體裡面 所以通常會先怎樣呢 先在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因為溫度D 它比較不會破散 溫度D的反應下 先讓表面形成金屬性化物 因為溫度D 它比較不會破散 只是這個金屬性化物的結構 是比較不好的結構 變主是比較高的結構 沒有關係 我重點是先形成金屬性化物 並且確保這個金屬性化物 會有多的金屬貫穿下去 所以低度低溫是為了幹嘛呢 避免有金屬會鑽到 P&N教育裡面去 然後接著呢 就趕快用流算 把多的金屬全部洗掉 全部洗掉之後 留下的金屬性化物 變成金屬的含量就 很有限了 因為大量的純金屬已經被移除了 剩下的金屬是 跟系 形成金屬性化物的經驗 那它已經被系 合金了嘛 它也太會跑 在這時候呢 再待 用第二階段 高溫的退回 改變它的物結構 變成電阻值比較低的 Face 電阻值比較低的向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麽 現在金屬性化物 都採用兩階段 為什麽就直接去階段 因為如果直接去階段 直接讓老溫 怕會灌溫的受菌 造成受菌的快度 所以通常是先低溫 確保金屬量夠 如果我只要去階段金屬就新了 然後用回貫抓物 然後再把大量的金屬給移除 然後再升到 再高溫的軍屬 第二階段的退回 來改變它的Face 所以你會看到 早期在 點35以前用的是鈦 點25到90那米時用的是乌 那如果是乌的話 乌的話 第一次退回是450 第二次退回可以到700 這個對現代來的太高 如果是早期的鈦呢 早期的鈦的話 甚至會用到750度C 那個鈦太嚴重了 現在都是炒低溫化的 NICO找了多少 NICO的第一階段 跟第二階段的溫度 都不會超乎400度 溫度很低 只要400度就可以 就是你 在65nm以後 氣泡溫太小 直到現在 就不再去使用Face 因為他們要形成 電腦子比較低的Face的溫度都太高了 現在都在追求低溫化 因為如果你的溫度 是在750度退回 你為了要形成金屬 就要使用750度C 我們前面講過 只要有任何加溫資程 都很久會擴散 所以 如果你在使用750度C 以上的溫度退回 雖然形成金屬氣化物 但這個溫度又會再繼續擴散 又會再繼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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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半導體製程當中 都會在朝向低溫化 低的熱氣純的方向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DOPEN的國防 DOPEN的位置 對於電信影響太嚴重 太嚴重了 原件越小 這個DOPEN國防 摻雜物的形狀 的控制就要越好 控制要越好 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熱氣純就要越低 避免它亂跑 避免它亂跑 所以你看 最害怕熱的是誰 鋁 鋁只要500度就融化 鋁只要500度就融化 鋁只要500度就融解 所以鋁 如果在 一般鋁 如果在400多度的情況環境下 鋁很容易融解到吸力的裡面 然後呢 產生的肩膚 這稱之為spiking spiking spiking 就變成什麼 監督出現 一有監督就會短路 所以 很早前到期之前 金屬眼線是用鋁 可是鋁很快就會被棄了不用 因為鋁會溶解到吸力裡面 溶解太多了 鑽得太深了 因為鋁又很小片 鋁這個金屬原子又很小 所以它太會跑了 所以現在都不使用鋁 所以吸力不做接觸 鋁反而都是怎樣呢 反而前面都有很多金屬 連接完之後 最後才使用鋁 因為鋁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變質質比較低 它的變質質比較低 但是它溶解太低 溶解太低又太會轉了 所以鋁弓被拿在比較後段 才會使用 比較前段的 跟Sink的步道地方 不會使用鋁 鋁龍拉展 使用的是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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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沒有 早期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參採BORUM 跟參採BORUS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 鋁玻璃或是鋁玻璃 那早期還有一種玻璃 除了PSG跟BSG 還有一種叫做BTSG BPSG也是一種取緣層 BTSG是拿來幹嘛呢 裡面的BORUM跟BORUS 濃度不高 濃度不高 它不是拿來採採用的 它是為了 因為將你的BORUM 原件做完之後 要全部覆蓋好 保護好 使用BTSG 為什麼要BTSG呢 因為當你原件做完的時候 你的覆蓋 鋁層 跌上去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的原件有高 低高低 因為原件本身的表面 不是平坦 它有高有低 所以你在層機 保護層的時候 也是有高有低 而這時候為什麼需要 BTSG呢 不是為了這樣大原件 而是BTSG 它 可以 在加熱的環境下 它會軟化 它會軟化 就會像硬體一樣帶流動 我不想來的話 聽說一句話 叫做玻璃是怎麼回事 玻璃放久了 它會慢慢慢慢慢慢 底下會越來越厚 上風越來越厚 只是它流動 非常軟化 你沒看到而已 純的NZO2 基本上它很耐潤 它不太會軟化 可是呢 有參雜物的 二氧化系 就是BTSG PSG 或者BTSG BTSG 它的軟化溫度最低 所以呢 你只要給它一加熱 你看 就再流動 這個BTSG 就會再流動 就會軟化流動 流動之後 就會變成比較平坦的表面 比較平坦的表面 會有利於後續的圍影製程 我們下一個章節就會講圍影製程 現在的半導體都走得像什麼呢 第一個低溫化 第二個平坦化 我們希望每一個表面都是平坦的 我們希望大家的製程步驟都是低溫的 整個半導體製程現在好像的低溫化跟平坦化 所以這種BTSG 它雖然可以比較平坦一點 但它的溫度太高了 它的溫度都基本上還在七八百度級上 所以你看 這BTSG竟然還要軟化度 只為了讓它更平滑 表面更平坦 那後續的金屬化度就順利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都沒有再用這個 現在都不用它了 因為有CMP發展 變成怎樣呢 我表面高高低低沒有再差 表面高低無所謂 我只要磨 就給它磨平了 因為CMP技術的發展 這次早期沒有CMP的時候 就會出這種再流動製程 現在有CMP也 我就直接跟它磨開下去 就模索一個平坦的東西 所以這已經奧不貼 你提示這個舊的東西了 所以 在.25耐滴之下 再流動已經無法滿足了 所以就不會使用再流動 都開始使用CMP了 所以有辦法 點25跟點35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關鍵點是什麼 點35支撐之前我們前面講過 元件在元件之間的隔絕 使用就叫做LOTUS 會有很大的高低差 到.25的時候改靈名叫做 STI Sero-Change Acceleration 而Sero-Change Acceleration 需要有什麼 製程技術來做 就是CMP 我們上禮拜介紹過 STI Sero-Change Acceleration 怎麼形成 挖了洞 吃下去之後 要舔二氧化氣 舔進去 舔進去完之後 有高有低 還要使用 發尖機器也不怕 那既然 0.25就有這個製程技術了 當然 0.25的後段技術 也就是 BOLSFET做完之後 把它封起來的捐層 一樣有高有低 有砸氣的地方就吐起來 那你如果拿到公平呢 一樣有CMP 所以在0.25 賣公平的之後呢 CMP這個技術 就廣非使用了 所以各位學的帳機 就會多一個帳機 叫做CMP 在0.25之前 就沒有CMP 0.25之後 CMP就被大量的使用 有在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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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後段的平暖化 都會使用到CMP 所以只要開手CMP 平暖化就不再是問題 平暖化不再是問題 這些什麼熱機層的在流動 就不用再使用 好 我們加熱赤層就介紹這邊 有退火 有擴散 有氧化 只是告訴各位 以前的加熱赤層也有這麼多 而現在的加熱赤層呢 在幹嘛 大部分都只有退火咧 第一 不再使用 不再拉拉拉擴散 就只有退火 用來武化跟修武而已 不太使用擴散支撐 也不太使用在流動支撐 好 還有什麼 兩化還是會有 你要氧化厚的捲層 還是要 以及什麼兩化 高品質的捲層 高品質的捲層 要考慮的話 成績出來的底層 沒有氧化出來的底層 長出來的 會比額外跌上去的品質來得好 所以現在加熱赤層 用在 用在什麼呢 氧化跟潰層 比較就在那裡擴散 好 這個章節到這邊 我們休息 休息之後呢 我進入再到下一個章節 圍影之城 好 好